要说什么日料吃生的 西餐吃生菜贼洋气 我东北大兄弟第一个冲出来不服 因为在东北 所有蔬菜分成两种 一种是能生吃蘸酱的 一种是得做熟了 蘸酱的 哎 俺们也曾经努力过 捧点猪油炖粉条 锅爆油 小鸡炖蘑菇 结果也没给俺们入围一个八大菜心 非说俺们东北菜 年过着的 厚衔的 却黑的 拉倒吧 俺们也不装了 一盆洗好的菜和一碗酱 这才是俺们东北菜的灵魂 挨打打地 东北人不仅在家蘸酱 下馆子也蘸酱 饭馆里有一盘蔬菜刺身 有一个质富的名字 大丰收 大风大浪都经历过 大鱼大肉都吃腻过 等什么战争海味 好哥们就得整盘大丰收 蘸酱菜好吃 这酱才是灵魂 除了超市常见的黄豆酱 东北会买黑土地自己产的大豆 做的酱块 再过去 买回来酱块 接下来就是自己做大酱的技术活 手艺好的大厨 做出来的酱 整条街都飘香 没经验的 这酱要是没发酵好 以为是你家厕所爆炸了 而一个东北人 无论走多远 只要吃到一口蘸酱菜 哎呀妈 这就是假的味道 我吃不白吃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